是否还有人记得这颗免费糖丸背后的故事呢 问大家一个暴露年龄的问题 你小时候吃过这个白色的糖丸吗 圆圆甜甜还不用花钱 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但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糖丸并不是免费的 而是有人提前为我们买了单 1955年江苏南童突然爆发了一场罕见的怪病 全时近2000名孩童一夜瘫痪 数百人丧生 这种病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 据统计1960年前 我国每年约有2到4.3万的儿童患上死病 家长们带着孩子赶往城里寻求治疗 可得到的答复却都是 治不了 那个时候就连温文尔雅的周总理都急红了眼 开会时好几次都拍了桌子 在这危难关头 一个身着白大瓜的男人出现了 他叫顾芳舟 毕业于北大医学院 后来又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深造 1955年9月 顾芳舟刚从苏联回国 便遇上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 作为病毒学博士的他 依然决然地扛起了攻克小儿麻痹症的重任 那一年他年仅29岁 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肩负着全国亿万名儿童的性命 在相当艰苦的环境当中 与团队成功地研制出了 中国首批抗脊髓灰炎症的减活疫苗 并在猿猴的身上实验成功 进入到了临床测试阶段 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健康人的身上 检验效果 面对未知的风险 顾芳舟一无反顾 以身试药 偷偷地喝下了疫苗溶液 一周后生命体征平稳 没有出现异常 但我们都知道孩子的免疫力 与成年人完全不同 而小儿麻痹症的患者 大多是七岁以下的儿童 死药用在孩子的身上能有效吗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谁也不能保证 纠结了几天后 顾芳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用自己不到一岁的孩子 试药 结果又当如何呢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说 一颗唐丸 可以拯救亿万中国儿童 用一颗小小的唐丸 让千万中国孩子 远离了小儿麻痹症病魔 它就是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 研发生产的拓荒症 顾芳舟 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唐丸爷爷 佛说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在疫苗的试验阶段 顾芳舟为了证明此药 对七岁以下儿童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背着妻子 偷偷地让自己不到一岁的孩子 喝下了疫苗溶液 并将其带在了身边 随时观察是否存在不适的症状 幸好在经过了漫长而煎熬的一个月后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 这个消息让顾芳舟喜不自胜 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身体无恙 更是因为中国数千亿儿童的性命有救了 于是便立即开始了扩大试验规模 组织疫苗生产工作 1960年的12月 第一批500万人份的国产灭活疫苗生产完成 并在北京 上海等11个城市一年推广 大量人群使用以后 证明了疫苗的防御力高达93% 中国孩子终于不用再活在小儿麻痹症的恐惧当中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首先 疫苗是液体溶剂 需要冷藏 运输十分的困难 而且疫苗的味道太苦了 孩子们对其十分的抗拒 这可怎么办呢 他的儿子让他获得了灵感 那就是将疫苗做成唐丸 既方便纯属 小孩也不会抵触 但令顾方舟老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唐丸虽然研制成功 推广却困难重重 在那个年代 偏远山区的人们不仅缺乏接种疫苗的概念 更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购买 这个时候 另外一位英雄出现了 他凭借一己之力 让全国八千万儿童都吃上了免费的唐丸 却因为一次失误 被嘲笑了整整三十年 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黎明当时又发生了什么呢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说 像赌王要钱用生命表演危险杂技 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 为何赚钱不要命呢 花瓶绝对是大众对黎明最大的误解 他不仅长相帅气 还非常的善良 在六十多年前 我国每年约有二到四点三万的小孩 会患上小儿麻痹症 他们不仅会终身瘫痪 还有可能面临死亡 直到1960年 顾方舟带领团队成功的研制出了 脊髓灰质炎的疫苗 并将其正式的投入到了生产和使用 但由于资金问题 此疫苗并未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黎明知道此事后 二话不说 开了上百场慈善演唱会 面对富豪们各种无理的要求 他都一一的印下 冒着生命危险 卖力的表演 三十万表演钢筋锁喉 十五万表演用喉咙将钢筋掰弯 甚至不惜出卖每次 最终成功募集到了 三百五十万美元的善款 让中国八千万儿童 都吃上了预防小儿麻痹症的免费糖丸 不仅如此 他还亲自前往偏远的山区 将药丸送到孩子们的手上 或者跪到他们的嘴里 由于受到捐助的人数巨大 为此还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黎明也被授予了联合国国际爱心大使 本以为这样一位人帅心善的天王 会一直收获大家的好评 谁承想 他却因为一次小小的失误 被大家整整嘲笑了三十年 起因是1991年我国华东地区爆发了特大的水灾 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 于是在刘德华黎明等巨星的发起下 香港娱乐圈举办了一场空前盛大的捐款活动 这场一眼真正持续了七个小时 期间黎明一直卖力的表演 当他筋疲力已经准备回去休息时 一位富婆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愿意出五十万元 请他再唱一曲 本来已经走出场外的黎明听见这个消息 立刻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 结果在演唱时出现了跑调和破音 媒体对此大肆宣扬 称他为跑调天王 让黎明整整被嘲笑了三十年 却只字不提他被筹集善款的超负荷工作 汶川地震他捐了九千万 1996年黎明赶赴卢王达的难民营 带去了食物和补给 还募捐了七十七万美元 他还以五十多岁的年纪 参加了爬一百层楼梯的挑战 最后筹集到了三百一十多万元港币的捐款 索尔认为黎明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娱乐界 这样的偶像才是我们需要推崇的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